中共官媒《求是》雜誌3月1日刊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去年11月在有關法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全文 內容罕見公開批評及個別法律從業人員、政治意識淡薄 甚至攻擊中共的政治制度和法治制度 習近平要求法律服務人員從業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 還有絕不能走西方憲政、三權鼎立、司法獨立的路子等 習近平多次公開反對司法獨立 曾公開稱絕不能走西方憲政、三權鼎立、司法獨立的路子 在去年11月16日的會上又再次予以強調 當時中共官媒曾經報導了習近平的部分講話內容 但並沒有報導《求是》雜誌披露的上述內容 該文件報後立即招致各界批評 上海市民端女士表示共產黨謊話連篇 老百姓聽他的話的下場都很淒慘 近期遭到當局吊銷律師職業證的維權律師任權牛 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習近平講話所指的極個別法律從業人員 顯然指的是人權或維權律師 他預料將來老百姓與政府部門對部公堂將難以勝訴 清談的記者雄斌、李佩玲採訪報導